一个一个绿波板 再贴在铜板上面 就等于说可以隔绝 隔绝很多外在的 这种电磁波 各种电磁波 但这个有多爱用我不知道啊 实际上是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得更多一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o the stage George Shane and the ace in the whole band Thank you very much It started way back in third grade I used to sit beside Every new haze A pink dress A matching bow And a ponytail She kissed me on the school bus But told me not to tell I used to sit be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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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际上就是你2.1和2的区别了 对 它这个比赦更好 就很大的区别 而且你是你看 这个都是隐藏螺丝看不到的 它是板上拼的 对吧 这个对金属加工的这个要求 进度就非常高了 对对对对 要低于0.1毫米 低于0.1毫米 对 OK 等一下 等会我们再看一下东西 刚才呢 飞总把一个机打开给我看 你们过来看 那 这个是2.1的重要革新 用了一块 这个应该是铜板吧 铜板 是不是 铜板 OK 就做了一个隔山出来 能够评比 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不光是个铜板 它里面还有一个 EMI的隔绝干脏的一个 一个绿波板 再贴在铜板上面 就等于说可以隔绝 隔绝很多外在的 这种 电磁波 各种电磁波 但这个有多爱用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的更多一点 但很多日本的厂商 以前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 用铜板啊 这些 对 我们主要是在 我们看到了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设计 底上上一层 它必须有个铜板 才能欺负那个 所以 鱼波 OK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是2.1 2.1 那么你现在价钱 一般人家就是价钱会提升一下的 你这个价钱有提升吗 提升了大概5%吧 提5% 你换的一个是这个 还有这个隔绝 这个 EMI的这个 这个机器也换掉了 整个机器也换掉了 整个机器也换掉了 然后里面的电路结构 有一丁又换 已经4-5年了 OK 所有的G2系列的全部换成G2.1的 也就是都进行了这样的变化 对对对 OK OK 好 就在你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Auralic声韵已经摇声一变 变成国产顶级的英元数码厂商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说国外也公认说Auralic 也认同Auralic这个品牌 在英元部分上面的这个建树 他们读书一致的这个 咱们说数码研发能力 的确受到了国外很多影响评论员和杂志的首肯 OK 在这次的上海影响展上呢 他们最大的一个核心呢 就是Auralic把所有的原来的这个G2系统升级为G2.1系统 好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现在最新的这个Auralic已经摇身一变了 就价钱很贵 贵到什么程度 我翻了一下 我惊讶的告诉大家 我看了一下 他们现在的这个就是G2系列现在变成G2.1 所以这个G2.1会四个系列 四个型号全部都有 包括就这个Arias的这个流媒体播放器 还有这个Vega的这个解码器 还有这个Leo的这个时钟 他们叫超级时钟 然后还有些Series的这个升频处理器 这一套按照官方定价七滴夸拉上来 我看了一下要接近20万这样子 这是非常昂贵的四件套的这个顶级音源 那么这次的2.1呢 我们和这个网友网总聊了一下 你可以听得到 就是它实际上是三大改变 一个是最大的改变外观上面就即可 从挖铝都改成了现在是铝板的 那么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变化 要实话是说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良品率的问题 因为良品率挖铝的确这个价钱很贵 然后良品率不高的话 那就要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式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一个铜板 这个增加铜板包括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屏蔽板 这样的是做好更好的 这个因为数码这个部分对于外界的干扰 是非常sensitive非常敏感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可能是线路上面的一些优化 毕竟这个系统已经出了大概三四年四五年时间 好了那么录音没有录 声音没有听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音响展示上面 值得记录了 实际上更多的是和主事人和原厂的这些技术人员的一种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值得记录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